梁洪达罕见谈妻子 妻子回应不要孩子原因 一个字 绝 咱俩在这说我就没翻译权 我们俩要不要孩子不取决于我 所以你要说生孩子的事 女人比男人有翻译权 要真想回答你 你来打这个 比如丁克的家庭越来越多了 其实我真的 很多朋友问我 说为什么不要孩子 我说其实不要孩子 在某种程度上是挺自私的 包括自己的兴趣 还有自己的这些 总之都是一些很自私的一些想法 他们把属于自己的时间 然后自己的精力 全部用在孩子身上 你认同那种伟大 但是我不一定去选择那种伟大 所以每个人有自己不同的这种选择 我觉得其实只要这种选择 是你自己真心实意的想法 而且你是为你自己的想法负责 一个字 绝 感觉就是假如要一个孩子 我们说这个孩子你除非不要 你只要要了 你一天得在他身上 花多大的精力 有人说那你付出你自己孩子 我的想法是这些精力 我能不能用到我的事业上 有自己爱研究的东西 希望把自己这东西 甭管说七上利得 七中利公 七下利盐 能够往后世留一留 因为要孩子耽误的精力 而耽误自己的事业 中国过去有句话 叫十分能耐使七分 剩下三分 别把精神头使过来 留点给孩子 我呢 是十分能耐 想使十分 想尸干化尽他 所以就没给孩子留什么 一个字 绝 妻子一夫有道 老梁的秘密就多了 老梁好几个手机呢 我和我媳妇之间 没有任何一个人 看过对方的手机 每个人的私德 就是内心深处的 最真实的想法 那个本我 是经不住用道德高地 进行24小时全天厚 360度无死角的高量 除了夫妻之间互相信任 还有特别重要一点 我媳妇 她觉得 如果通过看手机 了解我的一些秘密 来约束我 那是她作为一个 女性最大的失败 她认为她有足够的能力 能够控制住这个家庭 即使活动点小心思 大事也不会有走样的 一个字 绝 和妻子吵架 你也说过 我对我媳妇气我 我气成什么样 我一拍桌子 离 我给你削了瓶吃 你媳妇跟你说过吗 说离这事 我们两口 上有电灯 下有地板 从来没说过这字 吵架的时候呢 有顶牛的时候 顶到一定程度呢 是怎么解决这问题呢 聪明的男人怎么做 我就不理你 过了一段时间呢 谁让你鼓掌 她再说的时候呢 口气就会软不少 这时候你再向她道歉 给她个台阶下 俩人就好 结果周边的县城的高中生一想到那去学才有可能学的更好 结果周边的学校被她系的空洞化了 这个空洞化我倒觉得不仅仅是某几个县城的教学质量下降的问题 集中力量办大事儿可能短期呢 你看是出现了一些不错的成绩 但是长期来看环保的问题出现了 那么长期来看我们人的问题 就是培养学生的这些问题 高考的时候 这个吹嘘一下 我高考的时候在我们自治学的第三名 烫花 我在的那所中学就是特别棒的中学 就是算超级中学那一类的 本来教师的待遇就低 而且确实那的老师非常辛苦 武汉好